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 诚意罢评预警 三部神作齐飞,金英讲,请问你是诚意家的亲戚吗? 一听诚意的名字,就像阳光洒满屏幕,他如同一股清风,深深吹入人心。 近来,这位演员可谓忙得不亦乐乎。 底线《沉香如泻》与《莲花楼》三部立作,竟然齐齐闯入第32届中国电视精英奖决赛。 此消息一出,网络上一片沸腾,诚意的粉丝们欢腾不已, 儼然形成了一场诚意宇宙的狂欢盛宴。 在底线中,这位角色是一位维护公正的守护者。 底线这部聚焦于司法系统的电视剧, 辅意播出就赚足了观众的目光。 诚意在剧中出演的法官角色。 气势如红,分明是正义的象征。 每一幕法庭审判,他都能恰如其分地把握情绪。 带领观众亲身置身于那场既紧张又充满智慧交锋的法庭现场。 网友们纷纷赞叹,诚意穿上法袍的模样。 帅得简直让人无法抗拒。 以后看法律节目,都自带一种诚意滤镜。 更有网友戏谑,这部剧应该直接改名诚意的底线,看完之后。 大家一致认为诚意的演技已经达到无底线的境界,令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陈湘如谢讲述一段先与人的爱情传奇。 转头看看陈湘如谢,这部剧无疑是对仙侠迷的一大盛宴。 陈毅在剧中饰演的男一号。 与女一号之间上演着跨越生死的爱情,那份虐心感直接媲美仙剑奇侠传。 每当陈毅在剧中展现出那飘逸的仙气,网友们总会情不自禁地尖叫, 这哪里是沉香如谢?分明是陈毅的颜值大爆发啊。 更有创意的网友,将陈毅的古装造型制作成表情包,配文,天界第一美男。 下凡历劫之位让你心动。 瞬间,网络上充斥着对陈毅美颜盛世的赞叹与追捧。 莲花楼描绘了一幅江湖中的风云变换图卷。 说到莲花楼,那更是让人赞叹不已。 这部剧不仅让陈毅的演技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还让他拥有了众多铁杆怜迷。 剧中,陈毅饰演的李莲花,以他一人一楼的姿态, 演绎了一段快意恩仇的江湖生活, 那种洒脱与不受约束的个性,让人难以释怀。 网友们纷纷评论,陈毅饰演的李莲花, 简直是活生生的角色在线,太符合援助了。 更有网友打趣道, 看完莲花楼,我决定给自己改个名, 叫李莲花的扇子, 因为我也希望像陈毅老师一样,纵情江湖。 在金英奖的舞台上, 演员们的精彩表演如同抛制出的精彩瞬间, 让观众大饱眼福。 随着三部剧的实力入围, 成毅在网络上收获了一个新称号角抛脸。 这个词听起来新潮。 其实是赞扬成毅演技出众, 无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都能演绎的唯妙唯笑, 仿佛每个角色都为他专属定制。 从底线中的正义法官, 到陈香如蟹里的仙霞男神, 再到莲花楼里的江湖英雄。 成毅凭借自己的表现, 证明了自己在演技上的宽广视野。 网友们纷纷给予高度评价, 成毅老师。 你就是传说中的剧抛脸, 每部剧都能带给我们全新的惊喜。 网络上, 网友们乐此不疲地对各种事物 进行轻松幽默地调侃与吐槽。 当然, 如此盛大的活动怎能少了网友们 那欢乐的吐槽。 有人戏谑道, 成毅这样是不是要罢评了? 三部剧奇奇入围精英讲, 这下我的一年四季都泡在你的剧里了。 还有人调侃, 成毅老师。 你的演技这么了得, 是不是偷偷去蓝祥进修了? 更有创意思想的网友提议。 何不打造一个成毅宇宙大派对? 将三部剧的角色全都邀请来, 一起嗨个不停。 提到这里, 不能不谈谈一个争议点, 成毅能否借助这三部剧, 赢得精英奖的最高荣誉呢? 这一话题一抛出, 网络上顿时一片热议。 支持成毅的粉丝们一致认为, 成毅的演技已深入人心。 三部剧均为高口碑, 金英奖的桂冠非他莫属。 而持有质疑意见的网友则指出, 尽管成毅的表现确实亮眼, 但金英奖向来竞争激烈, 其他演员的实力同样不容忽视。 事实上, 不论是最终的赢家还是输家, 成毅都已通过其作品展现了在演艺圈的分量。 而关于金英奖的讨论, 恰恰映射了观众对于优秀演员的认可与期盼。 在竞争激烈的当今, 能以作品赢得赞誉, 以演技征服观众的演员, 才真正值得我们尊敬与追捧。 因此, 不管结果如何, 成毅已经成为了我们心中的精英之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